一個教育大學男學生 就被裁定前年在港鐵站襲警罪程上訴 裁判官擇日宣判 涉案男人賈雲龍 被控前年9月在港鐵樂部站 滋擾列車服務並襲的一個警員 早前承認一項公眾防擾罪 和被裁定一項襲警罪程 他就襲警定罪提出上訴 指呈堂片段發洩到逃避警方的黑衣人不是他 但裁判官就指明他是襲警的黑衣人 律政司代表說 不排除警方同時在追截兩個黑衣人 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張惠寧 說需要時間考慮和反覆觀看片段 擇日頒布判決